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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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影响度的 看周深的发展越来越好 自然也是因为有他这个实力在吧 周深为长歌行演唱主题曲 最近周深又为新的古装剧演唱主题曲了 而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呢 甚至是引起了不少关注的关注 不得不说周深的事业发展 也是实在太好了吧 通过网上曝光的消息可以看到 这次周深呢 又为长歌行这部作品演唱主题曲 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很多网友呢都已经是沸腾起来了 那么这一次呢 周深在长歌行演唱的主题曲 名字叫做残 有不少网友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 都纷纷表示他还好听了 对长歌行这部作品 相信很多网友都是已经非常熟悉了 虽然说长歌行这部作品还没有开播 但是这部剧作品呢 也是微波先火了啊 如今周深为这部作品演唱主题曲 想必在这部作品播出之后呢 周深又将会收获到不少的人气和热度吧 不得不说这也是实在是太令人期待了 周深这是要火了的节奏啊 如今光是看到周深演唱主题曲的电视剧的名字 都已经是激动人心了 看到这个名字 想必周深想不活都难咯 要知道这最近的这些年来啊 迪瑞乐巴还是很抗拒的 如今呢 他跟吴磊合作的长歌行也都一直是备受期待的 更是有不少的观众都希望这部作品能够早日播出 所以说周深这次在电视剧中演唱主题曲 他也并没有在电视剧当中露脸 但是呢 只要听到周深的声音响别 很多观众都已经是十分的满足了 看着周深在这么多的热门电视剧当中演唱 这次OST之称呢 还是不是催虚的啊 不得不说这也是实在太令人期待了吧 就是不知道长歌行这部作品 什么时候能够跟观众见面呢 不及待啊 对于此事不知道大家又怎么看呢 你觉得周深演唱的残又是怎么样的呢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哦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学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兵的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